隋唐是个强人辈出的时代 是篡位政变的集合 是世界时尚强盛的典范 隋唐的皇帝们 有的能征善战 有的治国安邦 也有很多结局是太上皇 大家好 我是信任UP主 史实侦探子美007 大家所熟悉的隋唐 是中华历史上最璀璨的时代 没有之一 但是平心而论 隋唐皇帝 真的是高危职业中的高危职业 那么每一位皇帝 到底是什么命运呢 长按三连票 历史大戏 马上开场 开皇之治大成将 在混乱的南北朝后期 杨家作为西卫 和北周的军事贵族 义军突起 隋朝开国皇帝 杨坚的父亲杨忠 在北周五帝时 官制驻国大将军 被封为隋国公 杨坚在二十岁时 承袭父亲爵位 于577年 随北周五帝攻灭北齐 基本统一北方 次年五帝去世 周宣帝继位 杨坚成了皇帝的老丈人 在原先军事贵族身份上 再加上一层皇亲国戚 579年 18岁的儿子周敬帝 自此躺平 纵情声色 不久死去 而被任命为 陈相的杨坚 逐渐掌握了 北周各项军政大权 在581年 便逼迫十岁的周敬帝善让 即位于灵光殿 改国号为大隋 改元开皇 大赦天下 并开始统一全国的进程 缓音乐 587年灭梁国 589年潜兵南下灭南城 自此 结束了自西晋灭亡以来 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同时 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项制度改革并行 结束北周鲜卑化政策 废九品中政治 科举时代来临 设五审六部制 将周 郡 县中的郡剔除 地方官吏任免 皆由中央决定 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经济上 轻摇薄赋 推行军填制 恢复农业生产 大索贸越 推军击法 保障国家财政收入 天下 从几百年的战乱中走出来 全国安宁 编户大增 仓主封实 社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史家称之为开皇之治 突厥可汗 尊杨坚为圣人天可汗 愿为藩属 永世归顺 华夏当时的国土面积 相当于81个韩国 杨坚在位24年 促进多民族统一 发展经济 完善制度 尽显华夏雄霸之气 杨坚 开皇之治大臣奖 实至名归 功过争论不休假 杨广 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 隋朝开国后 霍锋晋王 大哥杨勇当上皇太子 但野心勃勃的杨广 自然不会甘心 虽然他也交涉淫逸 但不耽误他 抓住大哥身性好色 喜好奢侈的缺点 伪装表现 成为母亲独孤皇后的大宝贝 南北朝一风流在 搞定母亲 离搞定父亲 也就不远了 最终杨勇被废 杨广顺位成为太子 604年 隋文帝病重 临死前才发现 自己儿子是个绿资级的出身 立即宣杨勇进攻 然而为时已晚 杨广发动宫廷政变 隋文帝也在此时死去 杨广成功登基 他登基后 想要定都洛阳 大型土木迎建东都 以东都洛阳为中心 修建起北起卓郡 南道渔航的大运河 将海河 黄河 淮河 长江 乾塘江 五大水系连接起来 虽然当时劳民伤财 但福泽后代 运河也用牵连 成为了中国经济大动脉 然而杨广三次寻游江南 从长安至江都 建离宫四十多所 船队首尾 乡间二百余里 等奢靡之举 压得民众苦不堪言 同时 穷兵独物 自612年开始 连续发动三次 争高利战争 兵役繁重 争脸克略 开黄年间 本已富裕起来的国家 不堪重负 随莫龙民大起义爆发 隋杨帝被困于江南 618年 手下掌控静卫军的 与文化级发动政变 诛杀隋杨帝 轰轰烈烈的隋朝 仅二世而亡 杨广也成了历史上 功过评说 各异的争议人物 杨广 功过争论不休讲 实至名归 大唐开创奠基讲 开创唐朝的李家 同样是北朝 关隆集团军事贵族 而且与隋朝皇室 占亲戴故 李渊祖父李虎 西位时官至太尉 父亲李炳 任驻国大将军 李渊七岁时 即席封唐国公 他的母亲 正是隋文帝 独孤皇后的姐姐 也就是说 他跟隋杨帝 是表兄弟 隋杨帝即位后 李渊被任命为 山西河东卫府使 留守太原 隋杨帝倒行立师 农民起义 烧遍全国 李渊趁机 于六一七年 率军三万起兵 一路攻入长安 拥杨幼为帝 自封唐王大成相 六一八年 隋杨帝死讯传来 李渊也不藏着了 逼着杨幼让位 自己称帝建立大唐 看到前朝亡于奢米 李渊在经济上 劝克龙丧 提倡节俭 推行租庸调制 恢复经济 为贞观之志 打下良好基础 此后 与儿子李世民 用了十年的时间 逐步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 于六二八年 完成了全国的再次统一 当然 这时 已经是玄武门之变 爆发后的第二年了 早在六二六年 他就被迫善让地位 给李世民成为太上皇 不再过问正事 最终 于六三五年病逝 李渊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 在隋墨的乱世之中 建立基业 成功入主中原 绝非等贤之辈 只因儿子太耀眼 让人们有点忽略了 他本人的光辉 李渊 大唐开创奠基奖 实至名归 大唐 真缔造者奖 李世民 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 从小就机敏过人 十八岁时 献祭 解隋阳定燕门之危 隋墨龙民大起义爆发 李世民极力劝导父亲 举兵返遂 六一八年 李渊建立唐朝后 封李世民为秦王 并成了四方征伐 统一天下的最大云勋 也因此 显得太子李建成有点废 李建成遂与齐王李渊级联合 排挤陷害李世民 李世民在妻子 和众谋臣的建议下 先发智人 发动玄武门之变 诛杀太子李建成 齐王李渊级 接受父亲李渊善让 登基称帝 改元贞观 对类文治天下 关注民生 立行节约 与民休息 推行军田制和租赃调制 对外开疆拓土 攻灭东突厥和薛岩陀 征服高昌 秋辞 土玉魂 诱惑尊号天克汗 开创出著名的贞观之志 百姓富足 国家富强 版图西至聪林以东 南至中南半岛 东陵大海 北底大漠 东西方各国 对大唐充满无限倾慕和向往 六四九年 再为二十三年的李世民因病去世 他死后 后宫中 有位小小的才人被送到了寺庙 两年后便重回皇宫掀洗波澜 当然 那些都是后话了 回顾唐太宗的一生 除了杀兄篡位的小污点之外 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 绝对配得上大唐真地造者奖 午后成就奖 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 自幼被封为晋王 因其性格宽厚人词和睦兄弟 颇受唐太宗喜爱 唐太宗晚年时 太子李承贤 与魏王李太陷入皇位争夺中 太子谋划逼宫失败 被废除 失望至极的李世民 选择了董事和善的李治 作为接班人 征官23年唐太宗驾崩 李治继位改元永辉 继位初期 在李继 长孙无忌 楚遂良等臣子的辅佐下 他继续执行唐太宗时期 制定的各项政策 秦于正式虚心大见 史书记载百姓复安 有征官之遗风 这段时期也被称为永辉之志 另外 李治深情于 早在做太子时期 就私通的才人武士 在辅孝齐满后 就把他从寺庙召回宫中 废原先的王皇后 立武则天为后 而在立后不久 李治身患奉炫症 身陷病痛 于是武则天开始 进入权力中心处理政事 并培养起自己的势力 六七四年下朝 尊自己为天皇 武则天为天后 帝后同朝 二后听政的局面形成 随着李治身体越来越差 武则天慢慢开始赌掌朝政 世人常言 唐高宗李治无能 但唐初虽有科举 老牌贵族依然全是滔天 只有武则天 才是病重的他 最安心的选择 六八三年 李治被病痛折磨 几十年后去世 移招太子李显即位 但也强调 军国大事不能决断者 请武则天裁决 大唐皇位真心不好做 大家看到最后就知道 唐朝皇位改变的密集成都 高到离谱 所以李治 无疑也是有质谋的 但无疑中 把妻子培养成皇帝接班人 成为华夏唯一女皇帝 他实在功不可没 李治 武后成就讲 实至名归 强人踏脚石讲 唐忠宗李显 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个儿子 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 被称为六位帝皇丸的唐朝皇帝 本人是皇帝 爸爸是皇帝 弟弟是皇帝 儿子是皇帝 侄儿是皇帝 最关键的是 他妈也是皇帝 李显的哥哥们不争气 李红猝死 李显以谋反罪被废除 李显得以于六八三年继位 然而这时候的唐朝 大权皆被母后武则天掌控 李显于培养自己的势力 却在位仅仅55天后 被废为庐陵王 皇位传于弟弟李旦 及唐瑞宗 李旦登基立即放弃抵抗 成了正儿八经的傀儡 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保障 李唐皇家 狼牙王李冲 岳王李征 和效忠皇室的英国公徐敬夜等人 纷纷起兵反对武后专政 皆遭失败 李旦只得于690年 让位于全市遮天蔽制的武则天 请求赐予他武姓 然而 恢复李唐的力量 在打压之下长期继续 705年 神龙政变爆发 李显得以在15年后 重得地位 赴国大唐 李显的皇后韦氏 重有韦家集团 韦家慢慢控制权力中心 在710年 李显去世 传位于儿子唐少帝李崇茂时 韦皇后 想效法武则天临朝称制 将李崇茂架空 执掌曹政 然而 唐瑞宗李旦之子李隆基 联合姑姑太平公主 发动唐龙政变 剿灭韦氏集团 唐少帝让位 唐瑞宗李旦复位 李旦复位后 对皇位继承高度重视 立复位首宫的李隆基为太子 并于712年 善让于李隆基 退位太上皇 在四年先天政变后 完全归正于李隆基 最后 于开元四年去世 唐中宗李显 唐瑞宗李旦 唐少帝李崇茂中 两位二度登基 三人 虽身在李唐皇家 但都是强人环绕 只能任人摆布 强人踏脚石讲 实至名归 华夏唯一女帝讲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虽然我们这期讲隋唐皇帝 但不得不插播一条武洲快讯 因为其缔造者武则天 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正统女皇帝 执掌国家近半个世纪 最后15年 还敢真的自己登基 甚至改了国号 在强人背出的唐朝 皇位坐得这么稳 82岁去世时才失事 死后也算善终 实乃神人 武则天为唐朝开国功臣 英国功武士霍的次女 14岁时被招入宫中 封为五品才人 4号妩媚 在李世民的后宫中 武则天并没有受到什么恩宠 地位始终没有提高 但这正好让武则天有时间 与后来的唐高宗李治 埋下情种 李世民死后 按照规定 没有子女的武则天入寺为尼 李世民继日 李治进香过程中 与武则天重逢 重逢及怀孕的大女主设置 给后世影视局很多界限 武则天生怀六甲 再次入宫 生下李红被封昭仪 时代早就人才 这事是不可能发生在宋以后的 但在开封的大唐 还真不算什么怪事 654年 武则天产下长女 安定司公主 在王皇后探望后 掐死女儿 当着唐高宗的面 嫁祸给王皇后 唐高宗心中开始了 废王立武的打算 对于掐死女儿嫁祸的这事 历史上一直争议颇多 不知道大家对此事如何判断 可以把观点打在弹幕上 武则天利用唐高宗 和贞观老臣之间的矛盾 成功敬畏皇后 并将当初反对他的长孙无忌 楚隋良等一派老臣 免职或贬出长安 深刻打击了 以观隆贵族为代表的门法士族 660年 唐高宗风级发作 不能正常处理国事 武则天待政 虽然武则天掌政后 作为作福干预皇权的行为 让李治愈发不满 甚至动了肺后的心思 但他脑中 女人不能当皇帝的设定 根深蒂固 而且武则天软硬坚实 肺后之心只得作罢 674年 李治称天皇 武则天称天后 683年 唐高宗李治驾崩 武则天成为太后 掌握最高权力 此后 肺不听话的唐宗宗李谢 立唐瑞宗李诞 牢牢把控政权 690年9月9日 武则天登上则天门楼 改唐为州 定都洛阳 正式开启自己的吕皇之路 称帝之后 一举收复被吐蕃 侵占22年的安息四镇 并在亭州 设立北亭都护府 与安息都护府分下天山南北各地 在他的治理之下 唐朝社会经济 在争冠之之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 为开源盛世 打下扎实基础 698年 在人心所向之下 立唐宗宗李显为皇太子 晚年的武则天 因为身体原因 对朝政的控制力降低 宠爱面首张义之 张昌宗兄弟 唐朝宫廷政之 又变得暗流汹涌 705年 宰相张建之 又与林大将军李多座等人 发动神龙政变 处死武则天宠臣张义之 张昌宗 武则天无奈 于四日把皇位还给李显 唐宗宗上武则天尊号为 则天大圣皇帝 武则天也在这一年病逝 享年82岁 没想到讲随唐皇帝 最长寿的是日月当空照 武则天一照去帝号 称则天大圣皇后 赦免年轻时的政敌后裔 与高宗合葬乾陵 武则天作为华夏唯一正统女皇 关于他的衍生作品众多 比较为人所知的是 九五版武则天 但其中 唐高宗形象塑造太过软弱 还有李语堂的武则天传 但作者主观意识太强 抹黑武则天太过 姊妹觉得 这不大符合 严实作传的原则 除此之外 还有某些批图大头娃娃 玛丽苏言情剧 更加不推荐 相照这些 姊妹最中意的是 蒙曼教授 在百家讲坛的解读 想必很多朋友 小时候都看过 里面部分历史细节 如今在不断的被更新 不过依旧很适合一看 无论如何 武则天 华夏唯一女帝讲 实至名归 盛世之急 乱世开端讲 685年 李隆基出生于 风起云涌的 唐朝宫廷政治环境之中 父亲李诞继位后 即傀儡 而后又让帝位 因此李隆基从小 就在武则天 严密监视下长大 20岁时又目睹了 迫使武则天 让位的神龙政变 一个女人倒下了 激发了其他女人的斗士 朝廷大政被伟皇后 和安乐公主一派掌控 成长起来的李隆基 联合姑姑太平公主一派 发动唐龙政变 迎父亲瑞宗复位 随后接班 敌人没了 战友变对手 即位后 面对太平公主的威胁 再次发动先天政变 朱祁党羽 赐死姑姑 扫除障碍 改元开元 至于那个沙士比亚风格的 乱伦爱情故事 大家看看就好 随着李隆基皇选的稳定 唐朝也随之走向天峰 首先他任用贤才 入职中央 包括著名宰相 姚虫 宋锦 张月 张九龄等人 改革科举制度 经典冗官 完善唐绿 严格官员考察制度 提升行政效率 大力发展农业 新修水利设施 推广新型农具和两种 同时 大力支持手工业商业发展 改革落后的辅兵制 推行募兵制 增强军队战斗力 收复辽西十二州 经营西域 维护厮守之路畅通 鼎盛时期 国土面积高达1076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104个韩国 人口8000多万 人均耕地面积超过9亩 杜子美在他的诗中也追忆到 一夕开源全圣日 小翼游藏万家世 稻米留纸素米白 在边疆设立十大截斗时 维护国界稳定 听到截斗时这三个字 看过五代十国那席的朋友们 应该都不陌生 手握重兵的陈子 果然为后面安食之乱 埋下种子 然而就在此时 唐玄宗的心态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经历了前半生的新风血 与政治斗争和力清图治 他开始贪图享乐 行奢侈之风 张九龄等人的忠言开始立耳 李林府杨国忠等人的密口 成了天籁之音 招儿媳杨玉环入宫恩宠 逐渐远离情政 盛世之下危机浮现 天保十四年 身兼泛阳 平炉 河东 三节度时的安禄山 以奉密诏 讨杨国忠为名义 起兵造反 由于指挥决策失误 同官失守 叛军直逼长安 唐玄宗仓皇出逃 前往四川避烂 秦治马维坡 禁军滑变 杀死杨国忠 杨贵妃 堂堂大唐帝国盛世之君 威严扫地 史称安史之乱 太子李亨 逃至临下领悟 在边关将领拥护下登基 姚尊李隆基为太上皇 唐玄宗无奈接受 安史之乱平定后 李隆基回到长安 最后淤于寡欢的 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岁月 于762年去世 李隆基年轻时候的 英明神武是真 开创开元盛世是真 但致使节度使 拥兵自重也是真 这种安全隐患 也最后造就了唐朝的灭亡 李隆基 盛世之急 乱世开端奖 实至名归 大唐由胜转衰奖 李亨是唐玄宗的第三个儿子 小心翼翼 做了18年太子后 安史之乱爆发 李亨随玄宗逃出长安 参与密谋发动马为之变 与玄宗分道扬镳 与756年 在朔方军大本营05 提前资历登基 登基后 对郭子怡 李光碧为以重任 联络回合等西部少数民族军队 合力对安史叛军发起反击 在多方力量联合下 加上安史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 与957年收复长安洛阳二斤 并依规定 纵容回合军队在洛阳截掠三日 他在位期间宠庆张皇后 任其干预朝政 重用宦官李釜国等人 操纵军政大权 致使唐朝宦官势力日益嚣张 762年 李釜国发动政变 杀死张皇后和越王李系等人 拥立太子李玉 唐素宗在此惊扰之下 加上之前几十年 如履薄冰的日子 攒下了病根 也于当夜病死 他虽流转了安史之乱的颓势 但对宦官集团膨胀的放纵 也为安史之乱后大唐的不幸 埋下了祸根 李亨 大唐由胜转摔奖 实之名归 三方困扰行臣奖 李玉是唐素宗李亨的长子 726年胜于洛阳 从小弃雨度量红身 宽厚而有决断 喜怒不形于色 成为唐玄宗最爱的皇孙 安史之乱爆发 长安沦陷之前 随父亲李亨 爷爷李隆基逃往四川 马为之变后 力劝父亲分兵北上 拥护素宗与林武即位 老李家的窝王皇帝不多 但侯极的皇室子孙是真的多 李亨登基后 李玉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组织对安史叛军的反击 成功收复两军 被封为皇太子 此时的朝廷政治 在李唐皇家和后妃外戚的角逐之外 又加入了宦官势力 宦官李釜国先下手为强 发动宫廷政变 诛杀张皇后一派 宿宗在金幽中病死 唐代宗李玉即位 李釜国自治定策有功 掌握兵权 意图架空李玉 李玉派人暗杀李釜国稳固军权 但还是宠宦官胜于宰臣 宦官问题没有根处 同时李玉继续组织 对安史叛军的反攻 763年 绝境中的叛军首领史朝义自杀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 经三任堂皇终于被平定 但不久 新唐大张普顾怀恩反叛 吐蕃警犯攻占长安 李玉派遣郭子怡领兵一一平定 不过此时的唐廷实力 早已今非昔比 李玉只得继续重用节度时 加强边防 在恢复经济方面 李玉任用唐朝知名经济改革家刘燕 为安史之乱后 唐朝财政和经济的恢复 发挥了不错的效果 779年李玉病重 在长安病逝 留下的大唐是一个东有藩镇歌剧 西有土拨侵扰 北有回合西血的情景 李玉三方困扰行程奖 实至名归 放任藩镇躺平奖 李氏是唐代宗李玉的长子 742年出生于长安 少年时正逢安史之乱 颠沛流离 饱受战乱之苦 762年代宗即位后 李氏也和父亲死前一样 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在郭子以李光碧等人的帮助下 成功平定安史之乱 长子身份 外加平叛大功 764年被立为皇太子 并于西79年继位 继位初期历经图治 采纳宰相扬言的建议 废租庸调制 退行两税法 同时按资产数量缴税 改变了贫富负担 赴税不均的局面 其大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 另外 舒适宦官 不惜以武力抑制藩镇势力 试图加强中央集权 但制衡施宜 猜忌将帅 致使屡战屡败 战货不断扩大 藩镇节度时的地位被威胁 纷纷联络自保 七八三年 金元兵变爆发 叛军攻占长安 原金元军统帅诸慈身体 李氏仓皇奔逃奉天 由于朔方节度时 李怀光反叛 他掉头再前往汉中避烂 一边下罪几招 一边对自己薛藩镇行为道歉 一边派遣大将李胜 领兵反击 收复长安 经此大烂 对藩镇开始采取姑息态度 只要你不惹事 在外做大做强也没关系 大家相安无事 另外战乱中武将的不忠 让李氏更加信任贴身的宦官 扩大禁军 让宦官做禁军统帅 还派遣宦官前往各地监军 宦官掌控军权 直接导致中晚堂宦官弄权 朝廷混乱的局面 在边境方面 李氏联合回合南昭大使等国 专门对付吐蕃 最终于吐蕃达成清水之谋 稳定边疆局势 选择躺平之路的李氏 也开始醉身梦死 增加科捐杂碎 从民间大量敛财 亲信宦官和奸臣 唐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最终于805年在长安驾崩 李氏对外的态度 无疑是加剧了唐朝的颓势 李氏放任藩镇躺平奖 实质名归 改革为国奖 唐顺宗李宋 是唐德宗李氏的党子 胜于七六一连 没有经历战乱的颠沛流离 但也目睹了藩镇割据 威胁中央 在金元兵变中 清帅士族 在奉田保卫战一线 持续战斗四十天 因此对于唐朝政治的种种顽疾 颇为痛心 但一直以来 唐朝太子的位置都不好坐 只能谨小胜围 暗中关注朝政 笼络一批年轻致士 谋划改革避震 这个小团体 以王匹和王守文为首 还包含了刘雨昕 柳宗元这样的文人名士 但多年担惊受怕的太子储君生活 李松将正式 托付给王书文 王匹等改革派 发起永真革新 加强中央集权 反对藩镇割据 反对宦官专权 废除科捐杂税 可以说改革政策 处处针对唐朝避兵要害 但改革节奏不稳 我加顺宗身体太差 遭到强烈抵触 顺宗继位仅八个月后 宦官聚文针 联合旧朝城 借口顺宗九幻封级 难以掌政 逼迫李松退位 用李皇太子李纯登基 李松成为太上皇 没错又是太上皇 随后 革新诸臣遭到打击 刘雨昕 柳宗元等人 也都遭到扁触 我们才会看到 小石谈记 乌一巷等等 这些都是表着他们 被扁愤愤的诗文 永真革新就死夭折 唐顺宗李宋 也在登基计一年后死去 传统正式记载其病史 但也有历史研究认为 顺宗为人暗害 大家是怎么看呢 李宋改革为国奖 实至名归 大唐忠心错国奖 唐宪宗李纯 是唐顺宗李宋的长子 也是唐朝中后期 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之一 甚至短期内 解决了藩政割据的问题 803年 李纯在宦官集团的支持下 提前登基接班 任用了李吉辅 吴元恒等强硬派为相 以上来 首先解决藩政割据完吉 平定西川 淮西 资金等多政节度式的叛乱 重振朝廷威严 唐代宗以来 几十年藩政跋扈的局面 得以控制 经济上 一方面减轻民众赋税负担 一方面治理盐铁税收 囤田养兵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文化上还编撰出了 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学专注 元和俊宪图治 在唐宪宗高明果断的治理下 唐朝重现圣唐的影子 史称元和中信 但也在取得了这些成就之后 唐宪宗开始鞠躬自傲 思想日趋消极 任用奸臣皇甫博 而罢免贤相陪度 唐朝政治再走向衰败 同时 宪宗信仙好佛 妄求长生不老 也在此时 唐宪宗开始吃长生药 性格变得暴躁易怒 最终 在迎佛谷事件的第二年 于820年暴族 传言为宦官所杀 前明后岸 大唐复兴的机会就此错过 李纯 大唐忠心错过奖 实至名归 大唐代孝子奖 唐木宗李恒 是唐宪宗的第三子 因为大哥一年早逝 与二哥陷入了 国家的势力 李恒在朝中 自然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最终被立为太子 820年唐宪宗豹足 两手前王守成等宦官 扶李恒登基 有别于父亲刚开始的历经图治 李恒即位后 就走上了纵情享乐之路 他生活奢侈 尤其喜欢狩猎看戏 一次狩猎归来后 与太监们玩马球 一人从马上摔下 经马直冲唐木宗而来 虽被左右侍卫护主 但受惊吓中风 生病后学习父亲 吃起长生不老金石之药 身体每况愈下 最终于824年去世 贪图享乐仅两年 耗尽父亲十几年的心血 藩镇之乱 蓬党之争 宦官专权 也在唐木宗时期重新复起 李恒大唐代孝子奖 实至名归 招惹太监被杀奖 唐靖宗李战 是唐木宗的长子 因为木宗去世时仅30岁 所以李战继位时也才16岁 年轻的靖宗继位后 在贪图享乐的道路上 与父亲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莫不关心正事 喜好游玩狩猎 马球格斗 各种当时的主流玩物 朝廷变成两手前 王守成等宦官 和李逢吉 刘森如等全城的舞台 因为贪图享乐 经常打骂贬出 宫中让自己不开心的宦官 引起太监们的不满 826年的一夜 唐靖宗深夜打猎回宫 饮酒大醉 被宦官们合谋杀害 年仅19岁 李战 招惹太监被杀奖 实至名归 救场不成生鲜死讲 虽然到此时 我们已经看到 唐朝皇帝末世之军的荒唐景 但距离唐朝灭亡 还有近100年 因为老李家 总有人再来救救场子的皇帝出现 比如接下来的唐文宗李昂 他是唐墓宗的次子 唐靖宗的弟弟 唐靖宗李战 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杀害 另一批宦官 王守成两手前 指挥神策军入宫 杀死刘克明等人 用力李昂登基 继位后 既从自己做起 隔出前朝击毙 释放宫旅 无访鹰犬 财彻容员 取消游猎等玩乐项目 但此时 朝中宦官专权已经顶天 他们控制禁军 左右朝政 甚至直接费力皇帝 唐文宗李昂虽然也是被宦官捧上地位 但对此深恶痛绝 决心铲除宦官集团夺回大权 他任用心腹李迅 郑柱等大臣 于835年发动甘露之变 企图将宦官势力一网打尽 没成想消息泄露 宦官求是梁率领禁军 诛杀李迅及朝官一千多人 朝堂臣子几乎团灭 唐文宗也被宦官被软禁 朝臣完全被宦官控制 唐文宗对此一筹莫展 再加上自己儿子早逝了抑郁神急 甘露之变五年后绝望的死去 李昂 旧场不成身先死奖 实至名归 晚唐冲殿奖 唐武宗李延是唐武宗第五子 唐文宗的弟弟 唐文宗晚年想立唐晋宗的第六子 承王李承美为太子 然而掌握禁军的宦官集团矫诏 私立李延为皇太帝 840年唐文宗病逝 李延臨前继位 在宦官们的唆使下 杀掉了对自己皇位有威胁的对手 大侄子李承美继承皇位 继位后 招淮南截度使李德宇入朝为相 利用文官集团的支持 加强宰相朝臣权力 逐步轩弱宦官势力 解除全幻求是梁的兵权 对于地方割据坚决打击 平定卢龙朝义军乱 对于边境 北伐反击回护南清 安定唐朝北部边界三十余年 在政治上严刑峻法 裁撤冗官 严厉打击贪污腐败 同时保证俸禄正常发放 维护官僚集团稳定 信奉道教的李延 针对当时佛教势力过大 藏力人口过多 极大影响朝廷收入的问题 发起毁佛运动 自会昌五年开始 数月之间 全国拆毁寺庙四万多所 还俗僧礼二十多万人 释放佛寺奴婢十几万人 没收大量寺庙土地 史称会昌法难 但此举也极大扩充了朝廷税收 加强了中央集权 一套组合拳下来 唐朝出现会昌中心的希望之光 但他和老爹一样 长期服食常生弹药 身体开始恶化 八四六年李延病重 不能说话不久病逝 李延六年的统治 无异于为唐朝的延续 打了一记强心针 晚唐充电奖 实至名归 继承偶像遗风奖 唐宣宗李延 是唐木宗的弟弟 唐靖宗唐武宗的叔叔 唐武宗并位时 宦官马元智等人 以武宗诸子兼年幼为优 拥离他们认为 好控制的李延为皇太叔 并于武宗死后即位 即位时已经37岁 出身卑微的李延 一直以来在皇宫中 沉默寡言 在皇族中甚至有白痴的称号 结果没想到即位后 李延即展现出 他隐藏多年的 李唐男儿基因 刚毅决断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李延一直以来 将唐太宗视为自己的偶像 将征官政要 放在自己的桌前 时刻激励自己 即位后 他贬是掌政多年的李德玉 结束多年文官集团内部的流离党争 纠正武宗 会长年间 矫枉过正的灭佛运动 重视科举 加强中央集权 整顿立志 上到宰相 他要亲自选定 下到地方刺史 他要亲自一一谈话考察 宣宗虚心那间 讲诚得当 限制宦官势力 将甘露之变中 惨死的百官 除了主谋人郑柱 李迅之外 全部照血 对外保护国界 反击土拨 设置归义军 收复被占据近百年的河西地区 平定安南军乱 维护南疆稳定 唐朝国运再有起色 边境日趋安定 百姓安居乐业 这一时期的唐朝 让人再次感受到贞观之风 唐宣宗的这段统治 也被称为大中之治 然而好景不长 859年 宣宗自敢体弱连脉 开始服侍长生药 身体状况直线下降 几个月后因病驾崩 但唐宣宗的成绩 让唐朝民众思念不已 一直称其为小太宗 离枕 继承偶像遗风奖 实至名归 大唐宵王定格奖 唐一宗李崔是唐宣宗的长子 唐宣宗生前最喜欢第四子李兹 想立他为太子 但依费涨利诱的隐患 一直犹豫不决 临死前还是坚持想立李兹 但突然病逝 看好自己这个大儿子 还真是有原因的 一宗即位后 娇舌无度 一味游玩饮业 他喜欢并通晓音乐 在宫内供养月宫五百多人 出去游玩 随从多至十几万人 宫主得了绝症 二十多个太医拼尽权力 没能治好 一宗将这些太医全部杀掉 与此同时 文官政治日益腐败 地方藩镇相互轻压 名不了身 农民起义开始出现 859年 仇府在浙东发起农民起义 868年 唐勋在贵宁领导树兵起义 唐宣宗 大忠之志的成果 很快一干二净 873年 李崔病倒 不久去世 享年41岁 整个大唐帝国 也随之一步步走向深渊 没有英姿勃发的皇子针锋 也再无挽救者出现 李崔 大唐肖王定格奖 实至名归 傀儡皇帝定格奖 唐西宗李宣 是唐一宗的第五个儿子 从小养在深宫之中 宦官陪伴长大 在唐一宗并未知时 近12岁的李轩 臨前登基 还是个孩子的他 继位后专心晚乐 将正式全部交给 带他长大的宦官田令姿处理 朝廷政治继续腐败下去 此时的唐朝土地兼并严重 一半以上的农民 失去土地成为流民 统治集团交涉引役 攀派科捐杂税 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 百姓早已苦不堪言 85年 王先知在长远起兵 何则人皇朝响应 无数穷苦百姓为了生存 加入起义军 绅士浩荡的唐末农民大起义 拉开序幕 虽然王先知不久战死 但皇朝领兵 转战全国各地 实力日益壮大 880年 皇朝击溃唐军主力 直取东都洛阳 全而西进 在百姓的帮助下 仅用六天时间攻下同关 881年正月出发 唐熙宗仓皇逃往四川避来 当天傍晚 起义军占领长安 正月16日 皇朝称帝建立大旗 到皇朝 忙着屠杀长安城中贵族 与百官富商 抢夺财物 没有及时追击 唐熙宗联络各地 节度时集结反击 883年 皇朝被李克用击败 布下大将朱温降唐 习军撤出长安 持续九年的 唐末农民大起义结束 885年 唐熙宗返回长安 李克用和朱温 在接下来几十年中 搅乱风云 毕竟 用恶霸赶走土匪 是要付出代价的 此后唐朝皇帝 便逃脱不了 成为傀儡的命运 880年唐熙宗病逝 年仅27岁 傀儡皇帝定格奖 实至名归 被争夺的傀儡奖 唐昭宗李业 是唐义宗的第七子 唐熙宗的弟弟 唐熙宗病危时 自己儿子年纪都太小 宦官杨复公 建议立李业为帝 唐熙宗同意 就这样李业登上帝位 唐昭宗在位期间 宦官 朝臣 藩镇 都想争夺皇帝 携天子以令诸侯 继位后 李业历经千难万险 铲除扶他登基的杨复公 扩充听命于自己的中央禁军 利用藩镇军阀间的矛盾 发起讨伐西川和李和庸的战争 但中央禁军的实力 相比于地方藩镇 过于弱小 最终都遭失败 只能坐视藩镇继续做大做强 900年在藩镇实力 远远大于宦官的形势下 宦官刘继数等人垂死挣扎 合谋废数唐昭宗 率禁军入宫 囚禁昭宗 立昭宗儿子李玉为帝 朱温秘密联系宰相崔映 发动神策军 诛杀刘继数 迎昭宗抚慰 此后 昭宗重用崔映 和他计划 诛杀全部宦官 不料事情败露 宦官韩泉海抢先一步 挟持昭宗前往凤翔 投靠截度使李茂真 朱温领兵围困凤翔 李茂真被迫服软 交出昭宗和宦官韩泉海等人 朱温就地 诛杀寒泉海 等几百个宦官 随即引兵回长安 将宫中八百多个宦官 诛杀殆尽 从物理意义上 解决了困扰唐朝 一百多年的宦官专权问题 朱温因子宫禁风凉亡 控制了中央政权 随后截破唐昭宗至洛阳 唐昭宗发密信 给各地藩镇求援 朱温极为不满 于904年 并领手下深夜进攻 砍死唐昭宗 虽然唐昭宗本人 想历经图治恢复大唐 但大厦相亲 连做谁的傀儡都不能选 礼业被争夺的傀儡奖 实至名归 幼子懵懂失果奖 唐昭帝礼处是唐昭宗的第九子 也是唐朝的末代皇帝 唐昭宗被朱温视察后 扶持年仅12岁的唐昭帝登基 继位后 年纪上小的唐昭帝 老老实实地做傀儡 一切正事都由朱温定夺 甚至连年号都不敢洗 畏惧的沿用唐昭宗天佑年号 905年 朱温在华州白马裔 杀死朝城约30人 抛石黄河 使称白马之祸 朝中之臣已禁使朱温亲信 907年唐埃帝礼处 被迫善让地位于朱温 光辉一时的大唐帝国就此灭亡 唐埃帝礼处 也在善让后的第二年 被朱温派人堵死 姿美有时在想 礼处死的时候可曾想过 三百年来 自己的祖先 是如何因姿勃发的开疆拓土 争先恐吼的郑国安邦 这片土地上 来过多少国家的人 囚禁问道 往来贸易 又有多少文人雅士 传送千年 我们不妨把他们的名字 打在公屏上 隋唐前期 唐朝中期 虽然政变争斗不断 但你方唱罢我登场 皆是强者对决 而不是烂人比烂 落此结局 令人唏嘘 但这真的是时代的必然吗 这期写到这 姿美突然想到了明朝 和南明小朝廷 同样是祖先神武 这是史诗生探姿美007 下一期我们接着聊历史的真相